12年前的那个星期五 小军的妈妈永远不会忘记 她和丈夫从湖南 来到深圳市场做生意 就在2007年3月23日 三岁的儿子小军 突然被一名陌生男子带上车 从此了无音讯 找了一个多小时两个小时 就感觉都不对劲 那个时候就懵了 感觉到儿子是不是真的 那个时候星也跳动得比较快了 胡志江夫妇无心做生意 关掉店铺 踏上茫茫寻子路 头一年那个解放学 我们都找了十二岁 第一年就用了六七十万吧 为了寻找宝贝儿子 胡志江卖掉在深圳买的房子 投入大笔财力物理时间 依旧一无所获 十几年来 夫妻两人走遍湖南 厦门 北京近十个城市 哪里有消息 他们就去那里生活 我干了十年的活 没有休息过一天 足足干十年两工博 你可以问他们 他们说怎么说 父老板你怎么连初二你都干活 我说我喜欢干活 干活才有力 他们根本就不知道 我内心的痛苦 只有干活 才那个把那个死忘掉 同样在深圳 游国民夫妇也有类似遭遇 十五年前 游国民夫妇在深圳经营一家杂油店 2004年10月17日 儿子小永在店附近玩耍时走丢 夫妻俩关了杂油店 拿着孩子两三岁的照片和寻人启事 大海捞针般寻找宝贝儿子 寻找孩子不光是胡志江和游国民 两家十几年的执念 同样也是深圳警方想要破解的难题 警方试着利用现有的人脸识别系统 来测试寻找 但被拐的儿童逐渐长大 脸上的特征有所变化 凭借一张三岁孩子的照片 效果很不理想 近来一款研发跨年龄 人脸识别演算法 才让找寻失踪儿童重现生机 我们有这样一项计算机视觉的技术 我们就尝试在这个领域 跟公安机关做一个合作 把我们的先进技术 应用在打拐寻人的领域 通过我们的模型跟警方提供的数据 来进行一个结合比对 签订一个相对比较小的范围 来提供给警方 警方最终来做一个线下的DNA确认 寻找被拐的孩子 这项技术解决同一个人 在不同年龄段的人脸识别问题 于是警方拿着两个孩子的照片 透过模型跟资料进行结合比对 茫茫人海中 得到了几百条鱼走失孩子小军和小勇 相似度更高的人员名单 拿着这份名单再派出七个工作小组 二十多名警力到全省二十多个城市进行核查 四十五天的时间从广东茂名传来好消息 我们找到了这个小孩当时一个出生证 后来去医院一查这个出生是假 那这更加就证明他的可疑性就越来越高 多方明查案访后 警方取得疑似由国民儿子小勇的DNA 结果显示这个孩子就是由国民儿子小勇 而胡志江家的孩子不久之后也顺利找到了 我们都是十二年零五个月 都是数过来的这个日子 说实话就这些年我妈真的是连大声效果都没有 现在就很开心 截至目前为止四川深圳等地 警方利用这项技术成功找到了 十二名被拐超过十年的孩子 这一套跨年龄人脸识别演算法 现在被封为打拐神器 让这群因为失去孩子 常年以泪洗面的父母重拾亲情 来大家科普一下水神跟病毒 还有细菌在打架的时候会变成什么 变成水没有残留任何的污染性 那一天使用个百字千次 其实也不会伤到你的皮肤 那家里有小孩的孕妇的都可以很适用 哪里买得到水神深层机 请上快点GO输入我的推荐代码 就会有折扣喔